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方的互联网世界当中 美国人举起了反垄断法的这把刀刀 对向了Microsoft委婉的同时 比尔盖斯也受不了 但此时此刻看到了中国有关单位 拿起了这把刀刀 要对向我们的联通跟中国电信的时候 这把刀到底该把砍下去 砍下去是公平吗 对我们的市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我要请教一下红兵兄 您觉得对向了这个中国电信跟中国联通 难道他们真的是谁垄断吗 简单告诉我 在固定宽带介入市场里头是垄断的 毫无疑问的 毫无疑问 非常坚决的 对 请问一下老师 你有证据吗 可以证明这一点吗 凯丽兄 对 因为08年发改委重组的方案 已经把电信与联通摆在了垄断位置上 所以这把刀对向他们是完全合理的 而责任在于发改委的重组方案 好 陪方兄 你认为呢 你觉得这把刀对向他们到底合不合理 我认为有三种垄断 一种叫行政垄断 是 一种叫市场垄断 还一种叫自然垄断 自然垄断 电信和联通存在自然垄断 所以它是情有可原 是不是算是情有可原的 可以协商 可以协商 剑秋 你认为是真的如此吗 我认为是一个伪命题 这是一个伪命题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电信的这种垄断 它本身是具有自然垄断的手心 尤其是有限宽带 好 厂下的嘉宾到底看法是如何呢 在我们等待的同时 先来等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看 现在这一场的疑问到底是怎么唤起的 你看 现在目前中国大陆 现有的宽带市场 格局以及形成的原因 从这张图表当中 到底告诉我们什么重要的具体 请说 红斌 在整个中国的固带 固定宽带的接入市场里头 主要是电信和联通 两家主要的运营商 在运营这个市场 那么这两家公司 用互联互通的电路 把它连起来 但是互联互通的电路连的并不好 那么 中国电信和联通 分别在南方的市场 和北方的市场 都占有一个主导的地位 就市场很大的一个份额 那么这两家 分别加起来的市场份额 都超过了三分之二 那么根据反垄断法的话 就是说一家公司 在一个市场上超过50% 两家公司 合集起来超过三分之二 那都属于 它处于市场的支配地位 那么如果它处于市场支配地位的话 就要受到 反垄断法的约束 所以在这样一个相关固定 固定宽带 接入的相关市场里头 如果它处于垄断支配地位了 如果它再有利用这个垄断支配地位去排斥竞争 排除竞争 打击竞争对手的行为的话 如果有这方面证据的话 就可以判定垄断 反对意见 为什么 因为按照他刚才这种说法的话 我们国家的冷断 要干反冷断的企业就太多了 中石油中石化 我们的这个电力各个方面很多 那全部要反冷断 言下之意 不能完全就用市场份额来说话 对 我觉得宽带要区分两个市场 第一 一个上游的骨干网的这个市场 这个电信和联动 基本上不是 完全不是三分账 而是基本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对 但是下游 就是说宽带的接入市场 进入到千家万户和各个企业 这个所谓零售市场 这个是存在竞争 但是同时在先路方面 存在一定的自然垄断 现在关键电信与联通 利用上游宽带这个骨干网的垄断 在下游的零售市场 接入市场上排挤竞争 所以既有垄断地位 又有垄断排挤竞争的行为 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所以这两个市场要分清 我认为反垄断法反的是垄断 行为而不是垄断地位 至于说三分之二 还是百分之五十 这个都是自然垄断存在的现象 这个不存在反垄断问题 就主要是看有没有 利用垄断地位 滥用垄断地位的支权 这个反垄断法规定了 其实是用三个方面来看垄断的问题 第一个相关市场 我们说移动这个市场 它不算 那么现在考察的是宽带介入市场 所以一定要界定清楚 说电信垄断 不要说电信 是固定宽带介入市场的问题 所以先把相关市场界定清楚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在相关市场里头 有没有处于市场支配地位 如果有 并不是说你就垄断了 那么如果你在处于支配地位的时候 你有垄断的行为 有排除竞争 打击对手的行为 这个时候就可以判定垄断 听到这维子已经觉得 你有关中国电信 你联通就是垄断 没话说的请取 再次来相反的请取反对 三二一 来我们看看场下的嘉宾 的确出现一个争议的状态 大家一半一半 请说 我反对垄断这个命题的成立 为什么 因为在分垄断法中 一直强调两个字 滥用 滥用 绝对不能以份额来判断 是否垄断 而且我别想到一点 在分垄断法第七条 已经通过立法的形式 允许了一些行业的 一些垄断企业的存在 所以这个存在 垄断是可以的 行政垄断也好 商业垄断也好 还是垄断 还是垄断 对吧 说起来 咱们现在说的 就是垄断的问题 不管是行政垄断 那我们是不是 也要通过这个变化 要去改变它 把这个行政垄断 也去改变它 那也是一种反垄断 我觉得就是 从不同的角度看 可能就是意见不一样 就如果从 站在那个 国企的角度上看 他们其实老板都是一个 然后没有什么垄断 不垄断的 无非就是谁分的多 谁分的少 如果分 但是如果真的 你是来自国企的对吧 我是 哦哇 你愿意刀砍向自己 愿意说出这话 真不容易 你的宝座住饭晚吗 我 想要掌声鼓励一下 不确定 你说 然后如果从那 我个人角度来看 虽然有的选择 我可以选择这个 选择那个 但是呢 也是在一定的价格范围 之内的选择 但就是可能感觉 有那么一丝垄断 你现在说话 已经不像刚才 那么坚决了 垄断变一丝的垄断 你是不是需要 我们在播出的时候 给你打马赛克 不要你露出来 你敢不敢 敢不敢用真面目 播出来 万一 敢 敢 来 赶声鼓励 好 来 陈生的告诉我 是不是 做一个国营企业的基层员工 就认为这样的行为 就是垄断 是的 是的 好 谢谢你 来 你可以把垄断 分成三个定义 八个定义 到底怎么叫自然垄断 怎么叫行政垄断 我们老百姓不懂 我们只知道是 我们最后的结果是 如果电信给我提供了服务 我遇到断网 遇到它的服务出问题的时候 我去投诉 如果他自己本身 设的那个电话 站线 没人接 或者他接了之后 他不管 我们老百姓 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我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就叫垄断 我举个例子 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 最近的一个事 前两天我装宽带 装宽带 当时我打到一个电信公司 我说要装宽带 他说一万六 我说明天你过来装 第二天我想了一下 宽带费有点贵 我说稍微等一等 第二天他就来了 来了我这个单位了 说给我打电话 说是我给你装宽带的 我说要不你明天再装 我说我今天不在 他当时给我说了一句话 我很生气 你今天不装以后 你永远不要再装我们的宽带了 我说你为什么底气这么足呢 后来我咨询了一下 这个楼 这个鞋子楼 只有他一家宽带 这就是给予他这个地位 所以他有了 有这个行为 来我们来看一看 最主要的我们来看 宽带竞争的广州样本 这是个广州样本 刚刚凯利跟鸿密特别强调了 现在行为的判断很重要 根据公开的报价 铁通各地的有线电视的宽带 等其他运营性的互联的单位 一般是一个月100万 对不对 100M的价格 向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来支付费用 那么其他你看 一般的租价是10万元 差别就非常大 这样的数字代表了什么 还是说我们这个样本 其实从专家角度看法是不对的 剑秋 首先我不认为这是一种价格歧视 这不是价格歧视 恰恰相反 证明我们国家的这种 通过进行的改革以后的话 这种价格可以竞争 据我的了解 像电信和联通 他们对于这种接入的这种宽带 他是搞竞标的 他竞标的 那么他不是说我们要去反 就是要有一个固定的价格 只是我记住这个价格 你不买也得买这样的 他是通过竞标的精神来得到的 所以有差异 我觉得这个正好说明了 我们国家的在宽带领域 它是有竞争的 我不知道陈明宁宗教授的观点 哎呦这边开始 满水了 请开始 我认为价格搞得特别复杂 而且是给不通的客户给予不通的价格 不单是这个接入价格 包括我们中端老百姓的价格 给了那么多那么多套餐 老百姓搞不清楚 人家不小心就可能出了高价 而买到了一个短时间的不合算的产品 掉了现行 这里边本身就有这个价格其实的嫌疑 你认为说刚开始你特别讲的前半段你是反对他们这样的说法 但是却在这个时候就表示这其实就是歧视价格 为什么在这段的时候你会这么强调 关键是在它有自然垄断 所以你如果再采取差异价格 那就剩下价格歧视 这个绝对不是自然垄断 因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讲的是互联网谷干网 谷干网的价格对于在这个在接入市场也就是零售市场上 这批发价是每个月一百万 而电信与联通对于自己的客户也就是个零售价每个月十万 相差一个数量级 这个是典型的利用上游的批发市场的垄断 来排挤下游的这个竞争对手 像铁通 哥华和商场关带等等 来我打个岔有没有铁通 哥华关带的有没有在我们现场的来表达一下 你们哦原来就是你啊 好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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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应一下 来掌声鼓励一下 哦 请说 你看他一脸委屈的样子 哦 我是哥华的 实际上在生存压力来讲 你讲个具体的故事告诉我们 到底有生存多困难在他们挤压之下 呃怎么说呢 就是感觉 呃自己就是我们只能就是呃 吸收一些零散的客户 呃零星的客户 然后一些主要的业务 我们可能没有没有机会去去争取的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明显的 是利用上游的价格歧视 来排挤下游零售生产的竞争 这个是垄断行为是毫无疑问 不同不同意 呃 由于自然冷断 它实际上是不允许进行充分竞争的 呃 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这个例子的 其实为什么电信定义为自然冷断呢 它是以自来水管最开始为例 那么自来水管公司 如果说A公司B公司C公司 我们自由竞争的话呢 那么家庭都欢迎 但是每一个家庭都不会忍受 在家里到处都是水管的 嗯 如果充分竞争的话 将来到处都是 都是都是都是那个 呃 管线 我想这是大家 要要要理解 对 对 所以这个自然冷断这个属性啊 应该把它搞清楚 呃 刚才曾教授实际上有意无意的混淆了 两个 一个叫接入市场 也就是零收市场 一个是骨干网 也就是批发市场 骨干网 在中国也好 在全世界也好 绝对不存在天然垄断 所以凯丽认为真正这把的胆子 应该打在的是制定游戏规则的发改委身上 这才是真正应该要修理的 休息片刻 回到现场 您赛事件上说法吗 待会一虎一席谈 继续讨论下去 再见 是垄断不一定就是罪证 垄断不是罪 那么什么是罪呢 即使是行政垄断 有些时候也不能简单的反 我认为这刀砍下电信脸通是不公平的 如果要砍砍下发改委这个比较合适 我感觉